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地方说的不准确 甚至说的一般的人根本不明白 好在是家长习惯孩子用语的习惯和方式呢 因此呢 基本知道孩子在沟通什么 所以呢 孩子开口说话能达到沟通的效果 同时呢 孩子都得到整面的反馈和鼓励 那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家长有时候会重复问孩子 你是不是某某意思呢 因为这个过程 孩子有机会 在不被修正的情况下 得到一些调整的反馈信息 那就是说 孩子这样都会 与到准确的模板 因此呢 下意识建立预感 还有呢 家长会经常说同样的话 而且有机会经常重复说同样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懂得越来越多 按理论来看这个现象 家长的这种行为创造一个非常有效的 可明白熟弱的环境 孩子的注意力自然走到沟通的效应 因为这样的语言就被自然获取 那一个医院家长和孩子的那个家长是一样的 是一个对你个人有兴趣的人 并且他很愿意大量和你沟通 他就是不懂你的老师 老师认为他懂得逼你太多 要经常有意识的给你调整 一个医院家长反而不调整你 就是大量和你沟通而已 重复和你讲同样的东西 他也愿意明白你开口说的那些话 哪怕大多数的人听不懂你的那些话 克拉省教授告诉我 1961年在维亚纳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业主是他的医院家长 他的业主特别热情 总是在那和克拉省教授说话 而且说的这有几个故事 古诗总变 因此呢克拉省一步一步把德也就学会了 我自己在学中文的时候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语言家长 是北京一位画家 我几乎每天在他的家里听他叽叽喳喳说他喜欢他有兴趣的那些题目 因此呢我自己很快就掌握了中文的核心 之后呢有能力和越来越多人进行交流 因为这个道理你在学英语的过程中最好想办法也创造一个语言家长的那种条件 首先警告一下绝对不要找那种想教你的人 一定要找喜欢和你沟通的人 这样才自然满足可明白输入的需要 功夫英语的自学系统也是根据这个可明白输入的那个规律来设计的 能够满足语言家长经常说同样的故事的那个条件 另外我们也提供语言教练 教练的任务是做好语言家长的角色 帮助学习者拥有一个好的可明白输入的环境 因此满足下意识获取英语的基本条件 要记住可明白输入是学好英语的基本元素之一 语言家长可以帮助你创造一个特别好的可明白输入的环境 祝你英语学习愉快